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有缘生活 现在娜娜小朋友还有十天就五个月了 现在她已经到了换牙期 而且现在她特别爱啃咬东西 我让大家细看一下,很可能会咬我的手 让大家细看一下,看她能不能让动她的嘴 犬类她先换牙,是先换上门尺和下门尺 我看娜娜的上门尺和下门尺 你看,下门尺实际上,别动 她咬得好疼,尤其是小尖牙,咬得特别疼 你看她不让动,各种 你看她这个大门尺,实际上已经换好了 疼,疼 趁着她迷糊,还能拍两张 刚开始上午拍的时候,她不让动,她折腾 你看这三颗牙都是换完的 这个是长出来的新牙 这个小牙还没换,但是有点活动 大镜头,你看后面动一下 这小牙稍微有点活动,能看出来吗 有点活动吗 底下的这个牙,这三颗,这几颗都换完了 这一颗没有活,这一颗,好动的 然后看这一颗牙 这一颗牙缺了一颗,马上要长新牙了 对,全尺呢,还没有动 对吧 然后这一颗牙应该是长了一个新牙 这一颗牙,我不知道这应该叫什么 旧尺叫什么 然后这也应该是长出来的新牙 对,这个好像是新的 这个你看这小乳牙还在这呢,还挺硬的 上门匙已经换好了 下门匙也换的差不多了 你看这边,它牙还是挺齐的 对边上这颗乳牙 全尺的这个,是个全尺的上半部分 它也不太配合 上半部分这颗小牙是没有换的 底下这个应该是已经换完了 一天一个样 然后再换全尺什么之类的 它所以这个换牙的时候呢 它是比较,我觉得是要么疼要么痒啊 所以它是不停的要看样东西 这个没关系呢 实际也不用特别的去惩罚它啊 因为这个是这个人之常情嘛 这个是我现在给它的一个鹿角 然后让它来磨牙 不是特别好啃啊 我看它更喜欢吃羊蹄牛蹄啊这种东西 但不管怎么样吧 让它先磨磨牙吧 否则它这个各种的搞破坏 比如纸箱子呀,它要去咬 然后有些家具也要咬 这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要对它进行 就是要把幼犬呢 做这个龙养 或者做这个威蓝养的这个原因啊 也是因为它们确实在这个时间会加剧 而且它本身实际上是控制不住的 还有一点啊 你在选狗的时候 那个狗牙呀 它是这个衡量狗的这个好坏的标准之一啊 狗牙呢咬合要好 不能是双白牙不能是兜齿啊 这些也不能长到歪七八九的 这些都是属于狮隔的犬种 当然你要说我就是养着娃儿无所谓啊 那实际也问题不大 就是人类的 人类又在长牙也是会很痒啊 会去咬一些 啃咬一些东西的是一个道理啊 而在这个期间呢 幼犬实际是爱咬手咬脚的啊 但是这个期期大家 哎呦疼死了 大家可以去制止哈 但是也没有必要过分的去 呃磕责或者惩罚他们 因为这是一个本性吧 而不是说他有这种 呃咬你的故意哈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这个 呃 所以说是用这个方式的 或是用这个方式的 发表的 它是用这个方式的 但是我来讲的 感谢观看